我真的是爱中国,我当然是爱我的国家美国。 然后后来呢,差不多有我们说18个月前,我就看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不好。 然后这个对我来说,我觉得我必须拍一些视频,告诉我其他的美国人跟其他的西方人中国怎么样的。 因为我觉得很多很多西方人他们是不了解中国。 所以我说,我拍一些英文的视频,然后我就开始放在YouTube上面的。 然后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下。 有差不多六个月前有很多人就在看,然后就马上就,然后我的YouTube的平台就火了。 然后很多人就说,这个网德众他很有道理的话,因为他很了解中国和美国。 而且我的目标是很简单的,我说美国是一个好的地方的,美国是一个好国家,中国是一个好国家。 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这个两个国家一起合作的话,那全世界就会赢了。 我所有YouTube的视频,我一直会说这句话,我们必须想办法了。 如果一直有这个矛盾的话,那全世界就输了。 不同的视频,我们必须想办法。